我在这里郑重告诉你们 台湾是一个有法律的地方 你们在做这样的东西 我一定追查到底 包括成立的海豚 德国海豚牺牲器 退货制救联盟 吴忠贤一脸严肃 开记者会权贵了这件事 当天他们就开台新的机台 现场就拆光了 然后直接就是用新的机台出车 可是事后觉得 价位也太高了 然后不符合那个效果这样 所以想要 当天想要退货 可是他们就拒绝退货 戴着口罩出面指控 吴忠贤投资的吸尘器副业 一家体验居民 心强迫退销之时 甚至想退费求助无门 献哥忍不住反向 吴忠贤从新加坡引进德国吸尘器到台湾 号称两年多卖出两万多台 超过17亿元的销售成绩 强调成台有七个办公室 却被说效果不如预期 怀疑是遭到同业恶意攻击 2017年的时候呢 当时就有人假装客户 然后到美景时报上去 如果我们赚了一分一毫 不公不义的钱的话 你找我吴忠贤 我仍旧在这边 不只撩横话 要消费者直接找他 更强调一定会调查清楚 还给自己和员工一个清白 下期希望胡克想吃 好 谢谢太宝道